大家早晨好 今天是9月3号 是不是9月4号 哎呀9月4号 我都糊涂了 今天我们在营地 早晨没有网 我手机LTE也没有 然后Wi-Fi 虽然我们付了钱 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整个那个就断掉了 就找不到那个信号的那个源了 就是连那个散状的信号发射源 都找不着了 今天早晨偶尔有一下 偶尔也没有 所以Wi-Fi没有了 这个正好没关系 趁这个时间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车 你看看这就是在这里 看这是房车的门 然后这是后面的轱辘 在前面的轱辘和后面的轱辘之间 有这么一个窗口 然后我这个窗口上是一个小车板 是一个小桌板 好 大家看右边这个呢 写着个Viper 这个就是一个出口的阀门 就是如果你要不用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阀门关上 就是这个阀门 你可以关上它 如果你不用的话 但是呢这个 其实基本上甚至在行车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都要用它的 因为行车的时候 我一会儿再讲 它什么地方 它可能会用 这个 Propane Tank呢 是在这个车里面呢 骑好几个作用 几个我忘了 我一个一个说 第一个它可以 这个Operate这个冰箱 它是冰箱的一个能源 就是在冰箱没有电力的时候 你要放在自动挡 比如说正在开车的时候 或者在营地没有供电的情况下 它呢是 冰箱是必须是110V 120V才可以启动的 12V电是不可以启动的 新的这个冰箱呢 有三种电源 就是12V电 120V电和 和这个Propane 就是这个Gas燃烧 但是我这个车比较老 只有两种 所以行驶的时候呢 这个Gas呢 就要去给冰箱来供能源 冰箱它是叫那个Armonia 经过燃烧 把那个Armonia加热 然后让Armonia来散热 再制冷 就这么多原理 当然这个它也是热水炉的一个能源 对吧 热水炉 比如说我们洗澡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水龙头 需要热水洗脸 做饭 如果需要热水的话洗碗 这个是一个小的热水炉 好像只有六个加轮 然后你把它点着 几分钟就热了 非常快 热效率非常高 因为在车里面只有六个加轮嘛 平时你想想我们家里的那个 那个hot water tank 都是四十个加轮 或者六十个加轮 所以这个只有几个加轮 只有十分之一那么大小 所以它加热特别快 这个propen还给什么地方供呢 就是除了这两个地方呢 当然就是还给这个汽车的暖气了 假如这个汽车 天冷的时候你要开暖气 那燃烧的呢 就是这个气体 燃烧就是这个气体 所以呢 这个它基本上就是三个设备的 这个能源供给 我们住在营地 当然主要就是做饭了 最后一个就是做饭 就是明火 就是靠propen 对吧 所以它有四种用途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想起来其他的 anyway 可能就这四种吧 这个东西就是 我不知道它能装多少个加轮吧 这个反正这个车主告诉我 卖车的人告诉我 就是说他用的时间很长 他用了一个forever 当然不可能forever了 但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使用不管是暖气 还是烧热水 还是做饭 或者是那个冰箱使用 都是使用的非常有限的 反正它给我的时候是负 现在是三分之二吧 显示三分之二 反正我估计 正常我们这样的房车使用 我相信一个月可能应该有了吧 而且这个加气呢 特别方便 就是一般营地啊 或者外面的这些gas station啊 有一些gas station 都可以加气 我在营地看见它们是 一个加轮两块九毛九 所以也还算蛮便宜吧 如果这个tank能放十个加轮 也就三十块钱嘛 就是可以用一个月 这个能源还是蛮 那个什么节约的 你看大家底下看啊 这有一个relief relief就相当于是一个安全法 就是不管是有大的碰撞了 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热了 这个地方 它就会把整个这个tank的这个气体 就可以放掉 其实在里面它是液体的状态 是水 是liquid 是液体的状态 所以你看它那个安全法 特别大 然后呢 这个黄颜色的呢 这个是进气的法 就是我们去买这个气 当然它不让我们自己操作了 人家那个工作人员 是经过安全训练的 所以由他们来 把这个黄盖打开 然后把他们的那个加油枪 夹在上面 然后给你夹 他们自己上面有技术的 就是加了多少个加仑 五个加仑 十个加仑 这边还有一个电子的一个小的sensor 这个我看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 我猜啊 如果我说错了 大家可以在common给我批评指出来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sensor 一个pressure sensor 就是一个探测里面的压力多少 就基本上也就能知道 这个里面有多少个 装满了没有 还剩多少气 底下这个阀门出来的这个大方块呢 应该是一个 就是pressure reduced valve 也有叫gas regulator 就是它因为在这个里头 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不知道多少个psi 说不定一两千个psi 因为它要把气体压成那个固体 I mean I'm sorry 把气体压成液体 所以需要很高的压力 但是这个一千个psi出来以后啊 简直是就压力大的 就可以冲出几十米 几百米 说不定 是不可能用在我们燃烧的 我们燃烧的时候 只有几个water column 这是非常非常 就是零点几个psi吧 我也忘了这个概念 其实我以前学过 我还算是一个gas feeder 就是基本上好像是 五到十个那个water column 那个那种压力 我形象一点告诉你 就是说 我们做饭做菜 或者烧那些任何的那个device 比如说洗衣机啊 或者是那个锅炉啊 所有的烧煤气的这个燃烧的 这个从燃烧枪里 出来的气体压力 就跟我们嘴巴吹的这个压力差不多 那我具体数量我忘了 五个或十个water column 但是呢 因为我实际的测过 因为那个压力出来以后 我拿手指头轻轻一点 就能点住 然后我一松开呢 我可以感觉出来 那个压力就跟你嘴吹气的压力差不多 所以如果煤气真的要是泄漏了 比如说管子突然断了 或者那个阀门不工作了 你不要太担心 用手去堵住它就好了 或者用一个胶布轻轻的粘住就可以了 然后赶紧去到主阀门去关主阀门 千万不要这个点任何火 也不要去开灯 也不要去开这个exhausting fan 这都是错误的动作 如果遇到煤气泄露或者天然气或者是propan whatever什么gas燃烧的赶紧要通风打开窗户打开门 灯风扇不要去动它 就任何电的东西 因为它都可能会有那个电火花而产生危险 还是顺便给大家一个安全普及吧 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 我想今天我们这个tank就简单的介绍这里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屁屁指上 disclaimer 所有的信息仅供娱乐 不供任何你们的安全 那个什么 叫什么 安全责任 OK 我摘除我的责任 OK 谢谢 拜拜